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使徒信传第五章第十二节 我们看到了使徒在百姓当中行神迹提示 人们看到了神审判的严厉和神的大能 在第十三节证明了他们对这两者的反应 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三节 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感觉近 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 从这里我们看到教会外部的一个有趣反应 如果他们像今天许多人一样只对神迹奇事感兴趣的话 他们就会涌向教会 但是他们却没有 如果他们只是意识到神圣的审判 他们就不会对这种新宗教表现任何的兴趣 反而会与这新宗教保持距离 然而使徒行传第五章中的人 既没有立即加入教会 同时又尊重信徒 针对第十三节的这两群人 针对十三节的这两群人 Tom Constable这样写道 其余的人可能是不幸的犹太人 他们因为犹太领袖的反对 和使徒的能力而避开基督徒 第二群人 百姓是反应积极的犹太人 他们尊重使徒 那些不敢加入他们的是不幸的人 是不幸的人 然而在第十四节我们读到 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天 连男带女很多 这意味着教会的信徒 在世纪上向失散的人传福音 与周围的人分享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给非信徒听到和得救的机会 但不幸的人不属于教会 并且教会并没有迎合或以动听的话 来使这些世上的人相信基督 这是通过培养基督徒 培养圣洁品格 以及在教会弟兄之间建立和谐团体来实现的 所以这些都帮助教会有能力走出去 向失散的人宣讲永生 被释放的使徒们 按照主的天使的吩咐的传讲和教导生命之道 首先从教目的角度来看 教会事工必须以基督和他的教会为主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保罗清楚地说到 我们传扬他 是用主班的智慧勤解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这是或应该是 每一个蒙神呼召的牧师和教会的使命 西伯来书第十三 第十七节 教导牧师和教师 他们有责任引导圣徒 并在天父面前有责任管理基督地方的教会 让我们读西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七节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 且要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 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 不致忧愁 若忧愁就于你们无益了 牧师通过引导所有的人归向救主 为圣徒的敬拜集会定下基调 以佛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 告诉我们主为何将牧师和教师赐给他的教会 以佛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 我要成全圣读各近期之建立基督的神体 但是如果会重调整他们的音乐和信息 以银和非信徒的话 就无法完成这项使命 一些教会以传福音为借口 将礼拜变成摇滚音乐会 或者至少是某种娱乐活动 他们说短信息 甚至这些信息是充满了故事或心理学的 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大 使命不容忽视 我们最关心的必须是思上的灵魂 我们都从心里赞同他们的这一个观点 也愿意为传福音努力 但是他们与我们的主要区别 是在于完成大使命的手法或手段 至于他们什么为了完成大使命 什么都可以行 但对我们来说 生命之道是神指定的方法 我们可以考虑两段经文来鼓励 我们马太福音第28、19到20节 我们这样的读到马太福音第19章 所以你们要去使外民座 我的门徒奉父 使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藏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大使命并没有赋予我们自由地使用 任何的方式来完成神的命令 我们奉命从马太福音28、19到20节 我们奉命教导万民 神所吩咐我们的同样 重点是他生命 他生命得到 罗马书第10章第8节 我们读到他到底怎么说呢 他说这道离你们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罗马书第10章13到17节 因为凡求告主的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么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 怎么能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怎么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 怎能传到呢 如今上所寄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中何等加美 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 因为以赛亚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 来的 所以从这几段经文 我们看到神说指定的救恩方式 就是生命之道 因此福音派教会 必须建立和加强讲道事工 即使门徒训练对地方教会的健康 极观重要 至关重要 这是因为这样的教会离不开 用神的话训练有数的信徒 我非常同意 Brander Colin所说的话 有效事工的基本条件是 是个人成员 和整个教会对一生受门徒训练的承诺 Brander他继续说道 我们必须对每个响应福音的人的脆弱 保持敏感 许多人需要完全掌握神恩典的信息 才能听到神的要求 反而在我们这个鼓励不遵守承诺的文化里 教会必须宣告耶稣为主 我们自己为他的门徒 但是今天的福音派教会缺少了承诺 在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任何问题时 基督教信仰 价值观和世界观都被排到后面了 当代对地方教会承诺的 破灭常常被归咎于教会本身 这符合通过寻找代罪羊 来推卸个人责任 以洗白自己良心的趋势 正如Walter Chandler这样写道 在教义或恩典方面 没有一个完全的教会 我们很容易将我们的优柔寡断 缺乏纪律和缺乏承诺 归咎于地方教会 但是属灵上的缺乏和与神指明的疏远感 往往可以追 追 追究到那些批评教会的人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果实 如果我们不致力于使徒的教导和团契的话 如果我们不继续集会的话 那么对满足内心的最激进的游牧探索注定要失败 所以为了你属灵的掌索注定要失败 这个合一的教会就应该 就应该 在那个教会里成长 不幸的是很大部分的基督徒会不忠于他们的地方教会 并有随时退出的准备 有这样的心态使这些人 在我们的牧师和教师的圣经教导中学习并有长进 与其为了寻找更好的教会而离开他们正在参与的教会 更好的方法是致力于改善他们正在参加的教会 并为了潜在地长进而忍受当下的艰难时期 正如雅各书第一章二道世界中所教导的 有时候你可能在地方教会认为有一些处理的方式 如果你认为地方教会有些地方劝加的话 与其放弃地方教会去寻找另一个教会 你应当和教会一起改善 改善这个教会 可是可悲的许多人一在地方教会 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选择弃传 并且因此减少了门徒教训 使徒行传第五章第33节 我们这样的读到光会的人听见就几次愤恼怒 想要杀他们 首先破坏使徒的是由大祭司领导的工位 我们必须从中吸取一些教训 宗教部 破坏使徒的人的时候 我们指的是那些信仰 以色列神的人 彼得和其他使徒在五章第二十九节说 他们必须顺从神不顺从人 他们还在第五章三十节说 这位神是我们宗教的神 这安事工会也是奉这位神 因为的宗教是这位神的宗教 但他们的宗教并没有拯救他们 这很有趣吧 加入宗教团体并不能拯救灵魂 我刚才所说的可以破坏说 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成员 甚至当选做教会执事都不能拯救灵魂 工会不是掌管以色列的宗教事务吗 大祭司不是负责圣殿和祭司的祭司领袖吗 即使在看到主超自然的工作之后 他们也没有归顺主 单靠嘴荣耀神是不能拯救灵魂的 耶稣说不是所有呼求神的名的人都能进入神的国 大祭司是神指名的代表 但是大祭司他呼求神的名了吗 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一到五节 给我们一些关于大祭司的想法 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第一节 保罗定经看着公会的人说 弟兄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我们都是平得良心之道 阿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 保罗对他说 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 你坐堂位的是按律法神问我 你竟违背律法 吩咐人打我吗 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 保罗说 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 经上记的记者说 不可诽谤你百姓的官长 大祭司是应用并执行律法的人 被称为神的大祭司 然而他不但没有归顺神 反而与神为敌 以神的名犯宗教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神的话的无知 我们可以从保罗在二十三节 我们可以从保罗在二十三章三节下半段的话 找到一些暗示 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三章第三节这样说到 保罗对他说 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 你坐堂位的是要按律法神问我 你竟违背法律 吩咐人打我吗 从这段我们能够看到 他指控大祭司违背律法 不久前你从蒙穆斯那里听到 关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五个 唯独 这五个唯独是唯独圣经 唯独 唯独信心 唯独基督和唯独神的荣耀 唯独恩 救恩是唯独恩典 唯独通过信心 唯独在基督里 所有唯独神得到一切的荣耀 这就是宗教改革的教导 因为他们相信唯独圣经 唯独圣经 唯独在圣经里可以找到这些所有的伟大教导 这让我们想到 耶稣向宗教领袖提出的问题 你不明白圣经 这对我们有两个影响 第一我们可能既不明白也不读过经文 第二我们可以读过经文 却不明白经文 我们可以读过并知道有经文 但不明白经文 就像我们有眼睛看不见 虽然有耳朵却听不见 你在哪里啊 我的朋友 我们可以从大祭司和工会得出的结论是 他们拥有从神律法到宗教实践的一切宗教和信仰 然而他们并没有从神的灵获得指挥或理解 而是从他们自己腐败的头脑中获得的 当他们根据自己的知识引用和应用神的律法时 他们的思想并 他们的思想不受律法支配 而是受他们自己的思想支配 这是典型的基督教之恋狂 一切都以神的名义 以自我为中心 这是指向矛盾的 有些自称是信徒的人 承认神是他们的主 但是在生活里 他们是自己 但在生活里 他们自己的思想在支配着他们 耶稣在世上的期间的犹太教 在内部和随从的人的思想中都是败坏的 也许今天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也是如此 即便他们说相信神和并且读圣经 但他们却是被自己的思想支配着 第二逼迫使徒的人 逼迫他们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 他们的良心受到谴责 使徒们所传讲的基督信息定了他们的罪 这是因为诚实呈现的福音 确实会产生影响 听众会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 激激的回应是认罪悔改 消极的回应是拒绝并反对 反对福音 大祭司和工会的人 他们被刺痛了 形象的说他们是被刺穿了 这可能意味着他们被激怒 他们的情绪激动 我刚肯定的使徒他们使徒的信息 确实挠入了大祭司和工会的人 因为使徒的信息说他们都错了 任何内心不值或自以为是的宗教人士 最难忍受的事之一就是听到 人们对他们说他们错了 这些人甚至把真理的话当作一种侮辱 他们感到羞辱 他们看不到神的作为 他们听到神的话却听不到神的神音 当耶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保罗显现的时候 保罗看见了耶稣听到了耶稣的话 但其余的人看到的却是某种光子 听到雷鸣方的神音 教会中有许多人也是这样 这对他们和他们的教会来说 确实是一种不幸 只有有耳朵的人才能听到神的灵 告诉他们的话 如果你能通过神的道听到他的话 你应该欢喜 因为你是有福的 我进一步思想 大祭司和工会的人 他们是被什么定罪的呢 我们知道圣灵使信徒归顺主 我们知道大祭司和工会 他们并没有归顺主 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不是因犯了罪而生气 他们是在生死徒的气 那么这种愤怒或对福音消极的反应 或因罪产生的不良愤怒 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不得不说 这一定是他们的良心 良心的运作方式与神的律法 在外邦人中运作的方式是相同的 神的律法谴责罪 良心也是做同样的事 因此罗马书第二扎第十四 节这样的读到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顺这本信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即便外邦人 他们没有神的律法 但是他们却有良心 知道什么是 知道什么是违背良心的 但是问题是 良心是可以被神的真理以外的 东西教育和训练的 或者在某种情况下 被错误的思想和对神的真理的 错误的理解所教育和训练的 前者是 对外邦人的情况 或者是那些自称信徒却没有正确 这一定是大祭祝的情况 有时我们会应将自己的思想与神的思想混淆而犯错误 其后果既残酷又残忍 看看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宗教领袖 看看那些破坏使徒的人 他们的良心激怒他们痛恨使徒 我们要担心 当你的心未曾学习过 未经训练的头脑 可能会误导你做错事 可是你会说服自己是对的 不会是错的 并且内心感到平静 你可以说你的良心不愧 但我称之为悲剧 第三批迫使徒的人打算杀害他们 他们内心的残酷程度与他们信仰的强度是成正比的 他们非常确定使徒他们犯了大错 他们该死 认为他们该死 使徒行传第五章第33节 我们读到公会的人听见就 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 这节描绘了他们思考并决定执行他们的想法 正如他们对耶稣所做的那样 他们也想杀害 加死使徒们 事实上这两种情况都使用了同一个希腊词 这种情况都使用了同一个希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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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路加福音的福音第二章第二节他们想以些毒罪的罪名除死耶稣 但是在十足行传第五章他们想除死不遵守他们命令继续传讲耶稣的使徒 这一次他们走极端了 只表现出疯狂 一个误入其图的宗教人士 会因自己的假设和判断而感到困惑 当恶人谋划义人的时候 他的严厉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诗篇第37第12节 恶人设计害义人又向他咬牙 再来第14节 恶人已已经攻上弦 刀出销要打倒困苦贫乏的人 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 第32节 恶人归探义人想要杀他 这是曲子诗篇第37章 你是否能在这里看到 以色列最虔诚的人 也是最残酷的传人的人呢 不要以你的信仰或宗教为借口 硬起你的心 请记住哦 我们收到的最大的诫命 就是要彼此相爱 如果你存有任何仇恨 或不饶恕的精神 你就与新约中的大祭司和公伟 没有什么不同了 不要认为我们在 使徒行传第五章 所读这些大祭司和公伟 他们的行为是 他们的不属于我们自己的 我们要寻查自己哦 第四 逼迫者逼迫使徒 他们使徒行传的主题之一 就是苦难或迫害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苦难是忍耐的一部分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想象保罗的一生 尽管神保守着保罗 但是保罗他一生 并非宁静的 保罗他监禁被铁链拴住 保罗他的一生 并非安宁的 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 二十二下半节 可以找到使徒教导 中提倡的格言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困难 但是我们知道神他在患难中是随时的帮助 我们要记得神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 帮助神他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拯救他的子民脱离苦难 或者神他受苦的人能够忍受苦难和逼迫 换句话说 神他掌管一切 首先我们看到 神用加玛列来拯救使徒脱离苦难 神允许一个为得重生的人 也就是加玛列来拯救使徒 加玛列没有承认 耶稣是弥撒洋 神使用这个人 将神的使徒从几乎肯定要被处决中解救出来 除非神允许 否则使徒们他们会毫发无损 尽管使徒们的处境是很可怕的 可能会导致他们随时被杀 但神却兴起一个不太可能的人来拯救他们 我们的神总是在幕后控制着一切 神使用法利赛人加玛列 一个受尊敬的犹太社区成员来释放使徒 这一直是神引人入圣的策略 加玛列他是西雷尔的孙子 并且他也是保罗的导师 第34节的一个词是但 但这是一个对比 但这一个标志性的词宣告神的旨意 道路和力量总是战胜人的邪恶 我们看到了加玛列发表了一篇有说服力的说辞来解救使徒 有趣的是因为大祭司是沙都该人 而工会的许多成员都是沙都该人 法利赛人和沙都该人一向都合不来 但显然这次是例外 但显然这次是例外 大概是因为加玛列非常受人尊敬 我们注意加玛列他是法利赛人 大祭司和工会他们都是 他们大多都是沙都该人 这两派人一向都合不来 可是这次他们却在一起合作 我们知道加玛列他是法学博士 是一个公认的知名学者 专门研究律法的解释和适用 加玛列在众人中享有圣誉 这些人都听众们他们都是普通的人 不属于神职人员 因此加玛列对听众们有影响 在这里我们需要记住的就是宗教领袖害怕 听众害怕众人 这很好的表明加玛列为使徒说话 对使徒他们的安全具有重大的影响 加玛列他下令让使徒们暂时离开 并站起来向工会讲话 这让我们想起了在法律程序的场景 工会的成员是审判团 他们正在审议一个将作出死刑判决的案件 加玛列就像一个辩方 试图游说着陪审团 他加玛列以法利塞人的身份 为使徒的事业辩护来对抗 杀都盖人 他认为战时的策略应该是最好的 我们可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为使徒的缘故 进行干预 有可能他是想用法利塞人的智慧来抵抗 杀都盖人的冲动 加玛列做了他认为必须做的事 神使用加玛列来拯救使徒脱离危险 人的工作 我们从此看到人的工作和神的主权 我们看到了加玛列他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 加玛列在第35节警告公会说 以色列人论到这些人你们当小心怎么办 他用两个例子解释了他的观点 在第36节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 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 他被杀后服从他的权都散了 归于无有 丢大致敏无凡 丢大他自我膨胀过度的自我推销 他因此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 无论丢大的目的是什么或者他主张的是什么 他显然能够吸引追随者 大约有四百人加入他的行列 他们终于丢大服从他 他使这些人接受了他的观点和行动方针 丢大一定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魅力领袖 尽管如此他的行动都化为泡影 丢大被杀后服从他的人都散去了 全都归于无有 再来第二个例子是 在第三十七节之后 报上名策的时候 报上策的时候 又有加利利的犹太起来 引诱百姓跟从他 他也灭亡 随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加利利的犹太是一个犹太领袖 在公元六到七年 他领导了对居里纽 为罗马征税目的而进行的人口补查的抵抗 人口补查是为了税收目的而进行的 加利利的犹太 犹大他鼓励犹太人不要登记 追随他的人烧毁房屋 并偷走登记者的行处 我们看到了加利利的犹太 他引诱百姓跟从他 意思与罗马 引诱他们与罗马对峙和教授 众人反抗 改变他们对罗马的忠臣 但是加利利的犹太死后 跟从他的人也散去了 加马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观点 这两次的起义都失败了 因此 加利利劝道工会不要管使徒 在第38节我们读到 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 任凭他们罢 他们所谋所行的 若使出于人必要败坏 加马列 劝告工会立即离开 他们不管他们不管师徒们 我们看到了 神掌管一切所发生的 在这一点上 加马列是明治而谨慎的 他没有从他法利塞派观点中得出结论 或谴责耶稣猥亵神 他一定是观察并仔细地研究 奉基督知名发生的所有事件 并且得出的结论 认为这些事件是非同寻常 而且是超自然的 加马列他假定使徒所行的神迹 可能是神的作为 加马列他的党派精神或神学 预设并没有阻止 他认为神可能超出他的理解 并以神秘的方式工作 这是一个不小的想法 加马列的想法暗示 使徒可能是神的真正代理人 神可能正在通过这些使徒工作 这意味着否认大吉士和工会的权威 他认为神秘的方式工作 他认为神秘的方式工作 加马列他这个根本不是一个小要求 至少加马列的想法是超越 至少加马列的想法超越了大吉士 对耶稣知名的成见和偏见 也认为神秘的方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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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从这里他所引述的两个例子 看到了加马列对大吉士和工会的要求 不是一个小要求 至少加马列的想法超越了大吉士 对耶稣知名的成见和偏见 这是人类最好的推理 尽管他不能使加马列得救 人必须根据他对神主权旨意的理解形式 加马列告诫工会 不要行使他们的自由意志 来违背神的旨意 在39节我们读到 若是出于神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试图阻止神的工作 就像与神作战 加马列出乎意料地解救了使徒们 再来第40节我们读到 工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 把他们打了 又吩咐他们不可奉 基督的耶稣的名讲道 就把他们释放了 首先工会的人 他们同意了加马列的建议 他们接受了他的建议 或者被他说服 他说服了 这可能暗示着 他们自己也不确定 应该怎么做 这告诉我们人是愚昧的 如果我们记得 他们最初想要杀死使徒的话 他们并没有把握 凭着对使徒的愤怒和仇恨行动 愤怒的人不是 愤怒的人不是潜在的杀人犯吗 杀都盖人和一个法利赛人 同意免于立即除决 使徒他们之间同意将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现在他们两组人 同意放过他 放过耶稣的门徒 第二 他们对使徒做出了判决 他们打了使徒一顿 他在下判之前 先进行了提拔 这肯定是鞭打 犹太人的鞭行不同于 基督耶稣所忍受的 罗马鞭行 犹太人的鞭行 只用棍棒或皮鞭抽打 最高处罚包括胸部的 十三次和背部的 二十六次 总共三十九次 也就是四十次 减一次 他们吩咐使徒 不要奉耶稣的名讲道 具有讽刺意味着 这意味着他们认识到 耶稣的名是使徒信息的 可行 他们还认为 如果耶稣的名与使徒无关的话 使徒的信息和工作就会被抹杀 基督教信仰的生存取决于 基督耶稣的名 我们看到了 在这我们看到了 而公会他们释放的 使徒 在这我们看到了 基督教信仰的名字 在这我们看到了 基督教信仰的名字 所以我们要记住 第三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使徒 受迫害的基督教信仰的名字 基督教信仰的名字 因为这种喜乐不是自然的 而是超自然的 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是 他们刚被鞭打了 多达三十九下 但是他们仍然心里欢喜 这种喜乐发自内心 他们被圣灵充满 并受其控制 这是基督徒或教会的标志 这是完全降服于神的灵 准备为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而举着福音的气质 走向世界 这应验了 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到十二节 所说的话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 逼迫他们 这应当欢喜快乐的命令 要求我们在耶稣的名 受到迫害时 应当有的习惯性反应 我们应该做什么 才能达到这种属灵成熟的水平呢 我们需要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才能够放弃自我依赖 我们要降服并依靠圣灵的力量 去做这不可能的事 使徒他们心里欢喜 因为他们被算是配为基督的名受录 这是违背我们想象的事 向上就是想象 获得就是失去 强大就是软弱 接受恩典就是谦卑 这对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对于那些只凭信心将全部交托给主的人来说 这是富有意义的 菲利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到十三节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再一次 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阿们 在世人看来 这可能是互相矛盾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通过纯粹的矛盾或悖论 的说法是机智或令人深刻的 例如劳累的懒惰崇高的冷漠 我引述文森特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 使徒被描述为 因屈辱而始准归 我们看到了使徒 他们为了耶稣的名而受苦 会拒绝宣讲的名字 恰恰是使徒为之欢喜快乐 受辱的名字 我们看到了使徒 使徒他们违抗了工会的命令 使徒他们没有停止 而是每天教导和宣讲主耶稣基督 有趣的是工会没有再一次逮捕他们 使徒他们在圣殿和每家每户宣讲基督 我们绝不能错过的这一个事实 就是即便使徒他们在大祭司和工会的权力 统治下的犹太宗教中心大胆的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传道是宣讲福音并教导 教导指的是给予指示 两者都是主人知道该相信和理解什么是必要的 使徒传讲和教导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使徒传道和教导的直接对象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教会 保罗是建立着哥林多教会的牧师 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第二节 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 这样劝导他们 提供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 并没有用高原大字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 因为我承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我们看到了保罗他教导的中心 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即便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很多问题 但是保罗教导他们 保罗的教导是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同样的我们必须要记得 教会的讲道和教导应该是 耶稣基督与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一样 公会在于教会的斗争中 已经说了两文 困难伴随施工并遭致另一轮迫害的施工 苦难通常伴随着施工 然后苦难往往会提供更多施工的机会 通过苦难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 最后传到罗马 使徒们通过传道来回应逼迫 苦难并没有阻止信徒 反而扩大了福音 神使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拯救他的子民脱离苦难 Joe Bailey怎么样说过 耶稣基督没有将福音委托给广告公司 耶稣基督委托了他的门徒 所以即使在受苦中也要欢喜快乐 因为主与你同在 在困难中期待这意想不到的事情 因为主与你同在 所以让我们先来地图祷告